西班牙世界报网站近日刊载题为 特朗普2020年赢得连任的12个理由的文章称 谁将赢得2020年大选 没人知道 但的确有一位明显的热门候选人 特朗普 他的目标是复制2016年的成功 而且现在 他具备获胜的有利条件 以下是他的筹码 1. 罗伯特米勒 通俄门调查的结束可能并不会改变 任何一名美国公民的投票意向 事实上调查猴子网络调查公司为商业内幕网站 尽情的网上民调显示 33%的美国公民 认为米勒的调查对总统有损害 22%的人认为这可以起白特狼谷 其余的人不了解或不作答 重要的是米勒没有提议审判特朗普 2. 支持率 这一点对特朗普来说也是一个优势 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的支持率已升至45% 这个数字看上去并不高 但和之前几任总统的数据比较一下 结果令人吃惊 同样在任期的这一阶段 奥巴马的支持率为44% 克林顿为48% 而这三位总统都赢得了连任 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未超过47% 但也从未降至40%以下 鉴于46%的选民票就足以让他赢得胜利 当前的支持率意味着他一直处于连任的边缘 3. 经济 所有的预测模型都只像一点 即凭借现在这样的经济状况 现任美国总统是难以被击败的 美国有充足的就业机会 华尔街仍然处于历史高位 没有通货膨胀的压力 美国当前的这轮经济扩张有望创造一个新记录 4. 和平 特朗普承诺结束他所谓的愚蠢的战争 虽然他未能让美国从叙利亚 伊拉克和阿富汗抽身 也并未减少美军各种部队在许多其他国家的反恐行动 但他已经明确表示 想把置身这些冲突地区的美军士兵撤回来 5. 他的政策 特朗普没有改变 他与46个月前宣布参加竞选时并无两样 他继续打击非法移民 同时限制合法移民 他拒绝了自由贸易 北约以及美国的盟友 6. 他的个性 特朗普从未回避过争斗 没有任何理智的政治顾问会建议国家援手 或政府首脑让一个国家暂时贪款 以换取在边境修建格里墙的条件 没有人能想到美国总统会把七国集团方会 变成对抗盟友的拳击比赛 特朗普就这样做了 而且进展顺利 部分原因是这样做分散了人们 对其不愿旅行的其他承诺的注意力 例如在华尔街增税 打击美国阿片成瘾问题 降低基本药物价格或重建落后的基础设施等 7. 拉美伊 特朗普不会特别讨好他们 但他在已经成为美国最大少数族裔的 拉美伊选民中的支持率正在增长 2016年 特朗普以28%的拉美伊得票率赢得选举 现在特朗普能在拉美伊中获得高达40%的支持率 8. 隐藏的选票 这与前一条内容有关 因为拉美伊比其他任何族群 都更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2016年民意调查显示 拉美伊中只有18%会支持特朗普 实际数字却刚出了10个百分点 这种情况意味着潜在支持者的存在 他们只是羞于说自己支持特朗普 9. 竞选活动 特朗普的连任竞选活动已经开始 巨大的网上拉票行动和针对关键州的 造势活动时间表已经出炉 截至3月31日 特朗普为竞选活动已准备好3000万美元 举一个历史例子 在竞选周期的这个阶段 奥巴马仅有200万美元 除此之外还有特朗普的魅力和才华 没有人像他那样与选民进行联系 没有人喜欢像他那样的竞选活动 与执政相比 他更喜欢的是举行集会 10. 政党 1952年以来没有实现连任的几位总统 约翰逊、福特、卡特和老布什 都不得不在初选阶段面对挑战 特朗普不会有这个问题 他使共和党从上到下发生了改变 这使他能够专注于对付反对党 11. 家庭 特朗普的三次婚姻 使他在忠贞度方面存在争议 但是就像在经济中一样 对选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潜在 现在特朗普家族无可挑剔 孩子们在白宫的表现非常专业 良好的家庭形象在美国是至关重要的 甚至能成为政治家竞选的基础 12. 历史 在美国最近的六位总统中 有四位获得连任 上一位在这一努力中失败的总统 是27年前的老布什 从米勒、支持率、经济、和平、政策、个性 拉美以支持群体、隐藏支持者、竞选活动 所处党派、家庭和历史这12个方面 对特朗普2020年总统大选的胜率 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 按照文章作者的观点 特朗普的连任胜率十分大 即使是敌对党派派出了拜登这位老将 也依然无法对特朗普的悬况构成威胁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 特朗普是一个十分失败的总统 在美国这个主体由移民构成的移民国家 大肆打压移民 以边境的中美洲难民浪潮为例 实际上很多政府机构及民间人士 都已经接受了这些难民 但是特朗普却仍旧不肯放手 不但派兵堵截这批难民进入美国 还准备修建高墙 目的就是将这些难民拒之门外 另外由于特朗普奉行的贸易保护政策不分敌我 欧洲传统盟友纷纷遭难 即使是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坚定盟友 也在特朗普的打压范围之内 就在特朗普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 欧洲亚太和南太平洋的盟友纷纷予以反击 其中欧盟28国已经针对特朗普的这些行径 进行了专门的贸易反击 当然熟悉美国运作模式的这些国家 都是挑战美国的软肋进行 其中农产品和酒水 服饰首当其冲 这是美国对外贸易的通病 就在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农作物、肉质饮、葡萄酒之类的商品提高关税后 美国的农业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坎坷发展 也因为这件事闹得太大 特朗普甚至不得不拨出专款来补贴这些农民的损失 但是对于所施巨大的农民而言 政府的这些补贴毫无疑问是杯水车薪 但即便是如此特朗普的支持率 还是维持在50%左右 最低时为47% 最高时达到了71%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意味着即使是到了2020年总统大选 特朗普仍旧有很大的胜算连任总统 虽然这是民主党和国会不少议员不想看到的场面 但这的确是已经发生了 对于民众而言 特朗普的确有很多政策是他们无法忍受的 但又有不少是符合他们意义的 以撤军为例 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极高的反战声音 特朗普多次表示撤军迎来了一片较好 而且他作为执政者 也顾及到了基层民众的情绪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的存在 也让美国的社会利益倒向中高层 中央财团对政府的渗透也进一步的加剧 典型的就是波音事件发生后 曾担任波音高管的代理国防部部长 沙纳汉杰利为波音开脱 这就被认为是波音对政府的渗透 在某种情况下 就是波音 马尔汝 在某种情况下 出发的那种情况下 收到达出发的那种情况下